剛才我們說到哈萊彗星的 在1910年剛才講到說 當時的天文學家就預測地球會穿過彗星的尾巴 所以這時候有毒的氣體 有可能會沾到地球的大氣層上 所以那時候的占星學家或者一些覺得比較絕望的人 他就認為說這個世界末日要到了 那時候的世界上曾經發生了很多大家會覺得恐慌的事情 我說不只夕陽他會恐慌 最有名的日本也有他很恐慌的時候 他怎麼恐慌呢 真的在那個我說《Doraemon》裡面 他也提到了這個故事 我們來看看他日本到底那時候恐慌的是什麼 其實日本恐慌的並不是認為說 這個彗星是有毒氣的 日本當時的學校都認為說 今天地球經過彗星的尾巴之後 彗星的這種快速飛行的這個引力 會把這個地球大氣給帶走一段時間 之後才會大氣再回來 所以那時候地球上會有一段時間是沒有大氣的 沒有空氣的 所以要練怎麼閉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Doraemon》它裡面是怎麼講的 什麼時候關掉呢 我剛才還在 等我一下 它的標題就叫做《彗星的尾巴》 不過喔 有時候這樣各位Google很怕會找不到 因為喔 它的彗 它在真正的那個什麼 我剛才是叫Youtuber 等一下 然後呢 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彗星的彗是 那個 它真正的名詞詹彗不是哈雷的尾巴 是那個彗星的尾巴 然後這個彗 哈雷彗星的尾巴好像是這樣子 它的彗星還多了一個星 好給各位看一下 好了好了 把那些不要的東西都清理出來 廚藏室裡堆了那麼一大堆東西 不整理不行了 哎呀老公 做這麼一點事 你就累成這個樣子 真是沒有用啊 哎 大熊 董萊姆 你們兩個也不要再玩了 大熊 你這個東西可以丟掉不要了吧 啊 游泳圈啊 可是這個還可以用啊 你看 你看 又沒有作動 而且啊 如果沒有這個 我就不會游泳了 你這個樣子難太死了 很寶貴嗎 哎呀 我找到了這個新奇的東西了 那是什麼 哦 是爸爸的爺爺 寫給我們家子孫的書啊 很寶貴的 啊 爸爸的爺爺就是我的 就是大熊你的曾祖父 哦 哎 那裡面寫些什麼 他樣子好像是他小時候寫的 簡單會用的說呢 他的意思是這樣的 這上面寫76年之後 那從1910年說你的話呢 天啊 馬上就要到來 什麼 這是1986年 這一年會從天上降臨重大的災難 到時候 子孫只要挖開院子裡 柿子樹的樹根 就可以保住性命了 大爺就是這樣啊 呃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會有天災降臨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這個 總是以前的人的想法啊 柿子樹的樹根 到底會有什麼 會不會是買了什麼寶藏啊 哈哈哈哈 希望是有什麼寶藏啊 不過如果是孩子的寶藏啊 那就沒有用咯 哎呀 老公說的沒錯 那麼 這個就傳給第四代的你了 好了 我們再繼續整理吧 來嘍 好 來來來來 多萊姆 嗯 獅子樹獅子 應該是在這頂吧 我們挖開來看就知道 等一下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啊 為什麼不好啊 因為你曾祖父說 到1986年在挖 所以你爺爺跟爸爸 他們都遵守了他的這個意思啊 這樣啊 可是我很想知道 到底裡面埋著些什麼 1986年會發生什麼事呢 1910年又曾經發生過什麼事呢 一直在想的這件事 想的都炫不著 沒辦法了 那我們用時光電視來看看 1910年的時候 咦 那就拜託你了 因為白夏東市那一天是 五月二時候 我們來看看那個禮拜之前 這就是76年前我家附近啊 對啊 然後這個呢 就是在數你們家了 看到了耶 這個小孩可能就是你的阿提森祖父 他在那邊做什麼 為什麼一直盯著水桶看 欸 這碼頭 天啊 你看 他把頭巾進去 已經一分多鐘了 這樣子他會溺死的啦 一定要趕快去阻止他的心 快點 吃光機 快點 大熊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你在做什麼 因為我買不到抽胎的內胎 就好這樣子練習憋氣 你不要阻止我吧 媽媽 抽胎的內胎 這樣子練習憋氣 不要再說了 以後不准你再這樣子了 可是 這是學生老師說的耶 學校裡到底出了什麼事啊 好 我們再把時間 往前一點看一看 各位同學 這下事情嚴重了 因為啊 說不定這個哈雷的尾巴 可能會有毒啊 哈雷的尾巴 老師說尾巴有毒 甚至說蝎子啊 而且在那尾巴掠過的時候呢 大地之上將會沒有空氣 也有人這麼說 大地上 沒有空氣 怎麼會是啊 我們再繼續開炸就好了 要不然不知道 嗯 如果這是真的 那大家不是都會死掉嗎 不 老實說 當哈雷來的時候 如果能憋氣五分鐘就沒事了 五分鐘啊 如果是一分鐘的話 我應該可以翻到啊 我 可以憋一分半鐘 我 我 我跟你啊 連三十秒都沒有辦法 呵呵呵 到這裡就死定啦 好 喂 小瘋了 放學 risult 趕快回家 是 趕快回家 趕快快回家 麻煩 先把空气盛起來 等哈雷來的時候再拿這心情形喔 好 好 現在就去買腳踏車的那一台 你聽到沒有 廢話當然聽到了 你在說什麼 家裡又沒有腳踏車 你去買腳踏車的那一台回來要幹什麼呢 因為哈雷啊 哈雷的尾巴就快要接近了 媽 我沒有騙你 我們家的人會不會死掉 這是關鍵時刻 啊 那個是 真是不好意思啊 所有的腳踏車那一台都不用賣光了 所以 你還是趕快去練習憋氣吧 真是可憐 不管在什麼時代總有一些討厭的人 真是怎麼笨 大雄 我們拿這個東西去給他 你看怎麼樣啊 拿什麼 來 游泳圈呢 好 立刻出發到1910年去 好 這就完了 爸爸還有媽媽 大家都會因為哈雷的尾巴兒 這個是 太好了 太好了 這名一定是神明送給我的禮物 哇 這假的就了 媽媽 爸爸 大雄 真的是太好了 阿金森祖父還以為那個東西去神明送給他的禮物 是啊 因為在這個時代還沒有塑膠製的游泳圈呢 好 大哥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不知道它你是什麼怪物 不過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支持它才行 對不對 對 兩位請 你說得對 我不曉得這個東西 到時候是不是會有用 來 給你一個 好 我不曉得 我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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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看 你們還在故意幹什麼 你們不怕哈嘴 大叔 阿雷現在在什麼地方 拜託 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你看 馬上就要來了 我曉得 我曉得 看 誰沒保留啊 是彗星 彗星 我知道了 在一九一零年五月 那個時候哈雷彗星 非常的堅持地球 你竟不記得 那哈雷的尾巴就是指 沒錯 一定就是指哈雷彗星了 什麼嘛 什麼啦 嗯 哇 啊 �� Mistress 一尾巴 啊 什麼 chapte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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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这样子没错 因为当时科学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 所以才会把哈雷灰星当作妖怪 实在是很有意思 原来如此 所以才会说哈雷的尾巴 会不会造成世界末日啦 或者说全世界会有天般地步的大变动啦 等等的 这么说的话 那我阿吉尊祖父所说的宝物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子 很幸运的 这次的哈雷平安地过去了 不过呢 再过76年还会再来 为了让子孙到时候能够活命 特地把神明送的这个流传下来 结果这个游泳圈 最后还是转到我手上来了 是会心啊 你看 不是啦 都是最近的鸡尾鱼 这样嘛 下一次当人类看到哈雷灰星的时候 应该是在1986年的2月才看得到 76年才一次 那一辈子能不能看到一次 都还不知道呢 我应该看得到吧 就是希望能够早一点看到哈雷的尾巴耶 所以还不错哦 它的整个还蛮考究的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而且呢 刚才说1986年的2月才看得到嘛 所以呢 我们再来看哈 后来呢 当然 1910年就是那次事件 非常的有趣 然后前一次回归就是1986年 那事实上呢 我说实在话 1986年虽然都已经过了那么多 而且科技已经算是非常发达了 但是那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们认为说 会心回归 或者是看到会心 都还是觉得它是一个扫把心 可能会带来任何灾害的都有可能 诶 真的 1986年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很重大的一个灾害 不知道各位怎么知道 在天火上 发生一个很重大的灾害 就是 太空梭 对 挑战者号 太空梭 爆炸 而且它爆炸时间就在1月 1月底 OK 所以他刚才说看到的时间是2月 所以很多人那时候 那个事件过后 很多人也都在牵连 认为说 这个哈雷彗星 你知道就是来了 带来这个灾害 叫做那个就是那个 挑战者号太空梭爆炸 OK 而且呢 挑战者号 那个挑战者号太空梭爆炸 据说里面有在一个日本人 只有那个日本人的名字叫做 鬼种 所以有人也在牵过这个日本人 你这个日本人姓鬼种 然后害了整个那个 那个太空梭爆炸 当然这都是意外的 而且各位对挑战者号太空梭 各位有印象吗 对你们可能比较年轻 没有 那个什么 挑战者号太空梭其实是 我们有很多人都还对它蛮清楚的 主要是因为 第一个华裔太空人 谁还记得吗 王甘俊 王甘俊 他曾经搭过 好像是他那一艘任务的前两次 他搭过上去挑战者号 所以那时候我也对那个挑战者号印象还蛮深刻的 就是说我觉得对挑战者号印象还蛮好 就哇 突然听到爆炸 而且他有实拍到那个整个升空的情况中 整个爆掉的情况 所以那时候看得蛮正经的 那但是呢 1986年回归的那一次 也说实在 真的想看它 不容易 因为为什么 它那一次回归的时候 那时候 地球跟彗星的地理关系是这样子 地球在这 太阳在这 彗星在另外一侧 所以不容易观测到 因为这时候 那个什么 彗星在太阳的 非常接近太阳 你根本很难看到这个哈雷彗星 所以那一次 那个 俄罗斯 他就 那个什么 派了两艘 他的那两艘的 名字叫 Vega 1 Vega 2 他派了两艘叫Vega 1 Vega 2 好 那 各位知道Vega是什么吗 你觉得什么 维巾 蛤 维巾 维巾不是 Vega 其实很多人看了之后会觉得以为是那个什么 呃 那个什么 呃 维巾 维巾的英文 维巾的英文 好像就叫Vega OK 然后呢 很多人都认为 诶 那个俄罗斯居然取了维巾的那个名字 Vega 但事实上不是 后来那个 那个什么 有俄罗斯的人来 来我们国内做演讲的时候他有解释 其实Vega是两个字 他们俄罗斯的两个字缩写的 第一个 那个V Ve 它其实是好像是叫Venera Venera其实代表是金星 然后呢 这个港 其实也是 俄罗斯的字 但是它的意思是 那个什么 哈雷 也就是呢 这一个金星哈雷号 其实他除了任务除了是 略过哈雷彗星 来顺便拍哈雷彗星之外 其实他另外一个任务他是先去探访金星 之后 回来再顺便再探访哈雷彗星 所以他的Vega其实是一个组合词 俄罗斯的组合词 Vega外面 所以这个画面 我忘记是那个 Gioto 就是俄罗斯那个什么 欧洲的那个太空船 乔头号 或者叫乔陶号 Gioto 那个 拍栏是那个 虽然我印象当中是Vega拍的 就是俄罗斯的拍的 然后呢 这个 刚才讲到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欧洲 把他的那个太空船取名叫 Gioto 乔陶号 所以Gioto各位有机会去搜寻 他其实是 早 很早期以前的 好像是 欧洲的不知道是意大利还是哪一个的画家 他曾经把哈雷彗星 画在他的画上面 所以 他那个欧洲 发射的太空船 他就用 那个画家的名字 Gioto Gioto 所以叫乔陶号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翻成乔陶号 OK 那这个 俄罗斯的是群叫 Vega 1 Vega 2 那另外还有 日本的两艘 然后日本的两艘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 因为事实上 那个在拍的时候 都有时候都以为 很多人刚开始在拍的时候 都以为核心应该会是最亮的 结果后来在拍的时候才发觉 核心其实是很暗 OK 因为他当时 他们的设计是针对的 就是说 他们预估核心应该是最亮的 所以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镜头会自动去focus 那个最亮的那一区 结果 所以都没有 都都比较不容易对到焦 都没有对到他正确的地方 然后来到最后好像是 Gioto他比较拍的比较 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结果拍出来发觉这个 哈雷会形 后来发觉这个哈雷会形 其实不大 大概 大概16乘8乘8的一个大小 也就是差不多一个台北市大小了 所以没有很大 而且呢 你看 第一个没有很大 第二个呢 他已经至少我们中国有记录的 好 那 从最早 第一次 那个 中国 比较 虽然可能国外不承认 但是我们中国觉得比较早 就是那个鲁文公17年的时候的记录 到现在 三十五次 他每一次回归 其实都会少掉表面的一些东西 OK 所以事实上他每次回归 会少掉一些 所以事实上 哈雷会形 通常不太会变成 比较壮观的会形 OK 除非是 那个 可能 过去都没有 就是不会回归 他是外面的 太阳系外的会形 然后就这么偶尔一次 背着太阳的引力 吸过来 然后掠过太阳之后 又慢慢又出到太阳系外 这种会形才有可能 成为世纪大会形 好 那还记得吗 我们的编号 一批 还知道什么意思吗 还记得吗 一批 就是 第一个 被算出来 的周期性会形 OK 然后呢 1682 就是 1682年发现的 然后 Q1 还记得吗 英文每两个字代表一个月 因为一个英文字是上半月 一个英文字是下半月 所以呢 那别忘记了 要去掉 I 跟最后一个 Z 所以就是 我通常就会这样算 A 就这样 AB CD EF GH IJK 我就把 因为I不算嘛 我就念快 IJK LM NO PQ PQ 是第八月的 第二个英文字母 所以是 8月的下半 发现的 那第一颗 很好 OK 所以它是 8月下十 好 接下来再介绍第二个故事 这其实都是讲一点灰心的小故事 还蛮有趣的 来 这个 第二个介绍的故事叫 比拉灰心 比拉其实是一个 军官 他是一个军官 然后那个 好像是瑞士还是 还是 奥地利的军官 一个奥地利的军官 他在1826年的时候发现 但事实上 说实在不是 他最早发现 更早之前 已经有记录了 但是都没有人把他整理 认为说他是一个 那个周期性的 回归的灰心 直到1826年 然后这个比拉军官 又把他的轨道也算出来 所以认为是 比拉这个军官 他最早发现的 所以用他的名字 秘密 所以叫比拉灰心 这个发现之后 发现他的回归周期 只有 6.6年 很短 6.6年会到哪里 他会飘到哪里去 其实没有很远 他顶多飘到了 火星跟木星之间 就会再回来 他只到火星跟木星之间 就会再回来 OK 所以呢 他每 6.6年 就可以看到他一次回归 然后呢 他发生什么 他发生最重大的事情 在什么时候呢 1845年 从1845年开始 1845年他开始回归了 回归了之后 到了1846年的1月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灰心不一样 怎么开始长肿瘤了 开始有长肿瘤了 开始有长肿瘤出来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然后呢 后来慢慢的到了1月 1846年的1月 这时候突然看 这个肿瘤居然就裂出来 裂出来 裂出来一块 然后呢 没多久就开始慢慢的亮起来 哎 居然看到 变成两个灰心 就变成两个灰心了 好 那一个比较小 一个比较大 哎 看起来好像一个妈妈带着小孩一样 那种母子灰心 哎 短短的从1月到2月 发觉这两个母子 开始很迅速的远离 但是还是并行的走 远离到底 一个月之后就远离多少 远离了 24万公里 然后呢 慢慢的 就离开地球可以看到的视线范围之外 大家就开始想说 这对母子灰心 将来的命运 大家也很想知道 所以呢 下一次回归 1852年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以后1852年回归的时候 这对母子 有没有暗号 结果1852年他真的又回归了 母子 真的母子又一起来回归 可是在1852年的时候 这对母子就已经相距了 240万公里 就相距240万公里 结果大家 从此就开始非常关心这对母子 每6.6年就希望看到 这对母子 特别安好地回归 结果呢 1859年的时候 大家就在期待这对母子回归 好 结果 1859年 没看到 奇怪 为什么没看到 因为在太阳的另外一侧 太阳的另外一侧 所以看不到 看不清楚啦 看不到 所以 那个 那就算了 好 大家想说 那我们再等下一次 下一次什么 1865年 我们再期他看 其他再来 期待他再回 回来 1865年照理说 他不是在太阳的另外一侧 照理说 我们应该可以 很清楚的看到 可是 很奇怪的 1865年 没有看到他 大家就很担心了 这对母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会不会是 两个打架了 然后之后 母子离异 那这样 这样不太好吧 然后想说 好 没关系 我们期待 再下一次周期 1872年 而且 1872年 当时算出来 在1872年的 11月27号 也算得出来说 地球会经过 这个彗星的 轨道 不是尾巴老 会经过这个彗星的 轨道 而且经过这个彗星的 轨道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近距离的 看到这对母子 这应该跑不了了吧 结果1972年来 完全在 11月27号之前 也都没有看到他 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到了11月27号的 晚上 整晚 开始 出现了 流行一大堆 所以发生什么事情 他 各位有没有看到他的编号 好 先看一下他的编号 他不是P 通常只有P前面才有数字 他是D D代表什么意思 Destroy 就是毁坏掉 所以呢 他是怎样 他其实1865年 照理说可以看到他了 可是不见了 代表他整个已经 瓦解掉了 因为你看 在之前1845年 他已经长肿瘤出来 然后裂开了 代表他其实是一个不坚固的 一个彗星 然后一直到 你看他每次过来 没多久就裂开 就裂开这样子 所以到最后 到了 1865年 完全不见综艺 就代表他可能已经碎裂在他的 整个轨道上 那因为 1865年地球没有经过 他的轨道附近 就是然后1872年 会 会穿过他的轨道 结果呢 他的遗留的东西 正好就接近到地球 要穿越的那个地方 所以11月27号 大家往天上的 仙女座方向 看过去 一大堆 流星 据说一整晚 要16万科 的流星 OK 然后呢 不止这一个喔 再过两个周期 18 多少 加差不多11 86年 那加18 好像188 1882还是1883 过了两个周期 中国 还有记录 说 一样在天上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流星 而且流星 当时很多人说 那个流星的量 弄到了 感觉整个地都在震动 中国的历史记录有记载 所以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 这个母体的 会心 已经瓦解掉了 就慢慢的就没有再补充弹药了 所以这个仙女座流星雨 就逐年逐年逐年的 慢慢的弹药被用光了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仙女座流星雨 OK 这是这一种会心的 很有趣的故事 好 那 来 看一下 请问它是 几月的 发现的 二月下旬 二月下旬 二月下旬发现的第一颗 早期这边几乎都是伊朗 因为以前发现会心的次数没有那么多 好 再来第三个故事 好 第三个故事 这一个叫做N克会心 好 这也是目前发现 这个N克会心 这是到目前发现最短 周期最短的 每3.3年 我没有写 每3.3年 就会回归了 现在还在不在 还在喔 N克会心它每3.3年还会在地球附近 OK 它很好玩 N克会心反而 比较没有飞跃到 太阳附近 它是大概在地 它大概是从 火星轨道到 地球轨道附近 就在这附近绕而已 OK 好 然后呢 它目前发现最短的会心 然后它到底 为什么 我要先讲 为什么 好像我们都没有听到 N克会心在回归的消息 因为它 第一个 它 就在这里知道 它比较没有起到太阳附近 没有受到那么大的热 它喷发的东西就不够多 就不够壮观 所以 就比较不会去报告它 OK 但是它现在还存在 跟各位讲 那也是一样 当时发现了1822年的时候是有一个 Ank 它的英文叫 E-N-C-K-E Ank这个 这个人发现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翻译叫 N克 但是这个克 不要心错 OK 好 1822年发现的时候 发现它是最短的 而且呢 当时发现了之后 也发现它好像也是一个不太稳定的 所谓的不太稳定 它的结构不是那么稳定 然后结果呢 在 你看算在近期 近期在什么时候 1908年 发生了一件事情 大家在 怀疑推测 之后事后怀疑推测 可能跟这颗星有关 这颗会星有关 是在1908年的 6月30号 这一天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早上6点钟的时候 突然在 俄罗斯的一个叫做 通古斯 俄罗斯的通古斯 西伯利亚整个地区 有一个地方叫做通古斯 这个地方 早上6点左右 天上突然 突然发生一个大爆炸 而且一爆炸了之后 整个的亮度 它爆炸起来的亮度 据说当时的记录 据说在 欧洲 各位先想像西伯利亚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边是亚洲 欧洲这边的 巴黎跟伦敦 那时候在凌晨 有人如果在看报纸 可以不用点灯 它那个亮度亮到 伦敦巴黎这边的人 看报纸可以直接 看得到字 可见它多亮 传到 但是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在西伯利亚 在通古斯这里 在上空 而且那个上空多高 大概80公里的上空 巴黎整个爆掉 然后整个 它的整个震波的范围 据说影响了周围 400公里方圆的地方 所有的树木全部被推倒 然后甚至在400公里外 正好那时候还有一列火车要经过 结果那个火车都被 那个震波正快要倒 倒地了 而且在这整个范围当中的 生物几乎无一性 全部死掉 据说呢 在那个 整个震波的范围附近 有一个牧羊人 那当时有记录说有一个牧羊人 牧了很多的 那个羊在那 在那个400公里边缘附近 在牧羊 结果呢 这个6月嘛 6月30号左右 一抱了之后 震了之后 就那个牧羊人也整个被 被震波冲击倒在地上 然后昏过去 那还好 是夏天 结果呢 过了几天之后 他醒过来 然后看到他的羊群死掉 又再度昏过去 所以 这是有记录的事情 所以那次的震波 有人就怀疑 过了几年之后 过了几年之后 开始有一些科学家 回到现场原地 说想要找看看 有没有 羽池残骸 因为如果是外来天体 撞击进来的时候 应该在那附近的 某个地底下 会有羽池 迁入到里头来 结果 没有人发现 而且呢 那附近的 很多树被推倒之后 那个地方 好一段时间 就是 已经差不多 他们 你看19 1908年 他我记得印象当中是1905 多少年的时候 开始有科学家 重回现场 那个地方 都没有再生出草来 而且 都形成了一片沼泽 然后呢 也找不到那个 地底下的 云石 所以大家那时候就推测 那可能是什么东西 一定是像 冰块的东西 因为冰块掉到地上 久而久之它就融化掉了 就没有任何 那个实体的东西存在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它在高空 那个80公里的高空的时候 因为 内外的热均匀不对 整个 就在 空中整个爆掉 爆掉之后 碎片残骸掉下来之后 慢慢就融化掉 没有人找到任何残骸 所以大家那时候推测 是惠星的残骸 然后 惠星的残骸 当时推测它的轨道 跟它的走的方向 认为 跟N科惠星的 回归到那附近 然后它掉下来的位置 应该是比较接近 所以 当时很多人都推测 是N科惠星 的残骸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 这一类的新闻 好 各位可以去找 天文馆在 一 就是过了100年 2008年 2008年的那个什么 台北星空 里面 好像也有写到这一层故事 通组石的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好 最后一个故事 赶快讲一讲 先 来 几月 所以它是2P 第二个知道 轨道 好 6月上旭 6月上旭 好 我们那里讲 IJK是第五个 IJK LN 就是6月的上旭 好 也是发泄的第一颗 好 最后一个故事 跟各位分享的最后一个故事 就是 来 Showmaker 李维九号微信 Shoemaker 他指的是他跟他太太 好 以及 李维 是 David David Levy 就是 大卫 命名 好 这个人 跟这个休梅克 夫妇 三个人 同时 一起 找会心 找到的第九颗 所以我们就 就会用 休梅克 李维 九号会心 来做命名 好 那休梅克是谁 休梅克是一个还算蛮有名的 一个文物 休梅克是在 那个什么 那个 阿波罗计划当中 的太空人 结果他准备登上 月球的时候 他准备要出发去月球的时候 结果发生了他的 那个好像是心率还是 腎脏那个 分泌不太正常 所以他被刷下来 哇 刷下来他很难过啊 我真的有机会可以上月球 结果现在因为身体状况不行 没办法上月球了 结果他就化悲愤为力量 开始他就帮忙 那个 帮忙去做一些 跟登月有关的事情 或者未来灯火星有关的事情 所以他后来 在做什么呢 他帮忙那个太空计划 去寻找 全世界各地 或者先是美国各地 哪些点 看起来的场景 比较像是月球的 让太空人到那个地方 去做模拟 才不会突然到了月球 会觉得 完全不能适应 所以他就 等于说去 帮忙找那些场地 结果呢 我说 他那时候 而且他那时候最早 他主张说 外来天体有可能撞到 会撞地球的 可是地球的科学家 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的话 结果呢 在1993年的时候 3月多 1993年3月多 3月23号 3月23 所以你看吗 A B C D D F 3月的下旬 3月23号的时候 他太太 他太太 透过那个 帕洛玛天文台 帕洛玛那个美国的一个天文台 帕洛玛天文台的望远镜 好像四五十公分而已 看过去 怎么有一个天体 长得是细细长长的 他就花时间在 多观察之后 发觉 不是细细长长的 彗星 而是 好几颗彗星 远远看 没看清楚的时候 感觉他是一场条 结果他仔细看了之后 发觉他总共是 21颗 的天体 依序地往前走 然后他慢慢 记上他的轨道之后 发觉 一算不得了 估计 1994年的 7月16号 他会 转到 哪里 木星的 里面去 那代表什么意思 1994年的 7月16号 这一串 会陆续撞向 彗星里面 结果他一发表之后 哇全世界轰动 那当然 虽然是他太太发现了 他当然会通报他先生 因为他正好 另外一位 大卫里 就跟他都在同样的 帕罗马天文台 所以他们 还是用他们三个发现 结果一公告之后呢 所有的 那个望远镜的 stage 在明年的 7月16号 全部都被预定下来了 一律观测 木星 连 飞在 那个我们 太阳系的 那个叫做 航海加2号 Voyager 2 航海加2号 其实已经飞出去 已经飞到 没有飞 就已经飞过木星了 已经飞过木星 而且飞过了 那个什么 已经飞过了 那个 海王星 就他飞过了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已经飞过了海王星 赶快再用指令 你到那天的时候要 要转向回来 你虽然往前飞 但是你转向上回来 继续拍 结果呢 那一天 7月16号到了 我们地球上 一看 发觉 他会是撞击 木星的背后 完全我们看不到 但是 别人说 就是那个 只有Voyager 可以直接 第一现场看到 他撞击的情况 可是你说实在 我们地球虽然看不到 但是 地球上也感受到他的 壮观 什么壮观 各位还记不记得 木星转一圈 多久时间 木星转的是很快的喔 他自转一圈 9.9个小时 9.9个小时 所以非常的快 所以呢 当时他撞击的背面 在这整个天体的 那个 后面的侧边 没多远 然后他一撞击 低刻一撞击的时候 虽然我们看不到 但是居然我们从望远镜 看到 木星的边缘突然 蹦蹦出一个 原子弹 打上去之后 不是会产生一个像香菇一样的 叫做 迅撞云 这个迅撞云 从他的旁边边缘 凸出来 然后稍微计算一下 发觉这个迅撞云 凸出来的 木星的高度是多少 3000公里 3000公里的高度 哇比我们现在那个什么 那个 国际太空站 距离我们的地表 还高了好几倍 凸出来 然后没多久之后 他就转到正面 我们就看到他这边有 那个 肚皮上的蛋孔 看到他上面有一个蛋孔 而且这蛋孔呢 不是只有一点 一位 刚才21颗就陆续 可是那个木星都在转 一整排就这样 都是黑点 都看到那个烧焦的情况 那个地面上的 听文学家也没卸着 赶快看那个烧焦的颜色 甚至探測它的溫度 甚至探測它的光圖 看看它的燒焦程度是什麼 看看這個撞擊進去之後 它把裡面的大氣的東西擾上來之後 木星的內層的大氣是什麼東西 也趁此趕快研究這個木星 然後呢 結果後來那個什麼 這個事件發生了之後 地球人才驚覺 外來的天梯會撞木星 也有可能會撞地球耶 所以這時候就研發出兩個電影 其中一個電影剛才就講的 就是彗星撞地球 那還有一個電影是什麼 對 世界末日 那個布魯斯威力拍的那個世界末日 他跟他女兒的男朋友一起飛上了那個彗星 去鑽鑽鑽那個彗星那個 那個沒有看過的請舉手 世界末日沒看過的請舉手 真的以為 都是年輕人 比較沒看過 OK 好 那另外呢 我再稍微再花一小點時間 再給我兩分鐘 我講一下 ShoeMaker 上次其實我有稍微提過了 但可能怕有些人沒提過 我稍微提一下 ShoeMaker這個人呢 我剛才講說 他今天就是因為登月球 登不了 然後他化悲憤為力量 開始找各個地方的場地 有沒有適合太空人訓練的地方 結果在1997年的時候 他跟他太太到了澳洲 去找一些地方 看看有沒有也可以讓太空人可以訓練的地方 結果他這一對夫婦在澳洲的時候 後來發生車禍 ShoeMaker當場死掉 然後他太太發生重傷 結果呢 這時候 美國為了感念他 那個什麼 對太空的那個幫助 可是他畢生沒有登陸到月球 正好隔年 隔年有一艘要飛往月球 無人的無人太空船飛往月球 而且他是因為要去探測 那個月球的南北極有沒有水 然後呢 原本的計畫就是這樣子 最後拍照拍照之後 最後呢 這個太空船 無人太空船 最後就要去撞擊南極 用力去撞擊 看可樂從南極去撞出 噴出水來 所以後來 大家一想趕快趁這個機會 就把ShoeMaker的一小部分骨灰 趕快再放到這個太空船上 然後就發射往月球 那真的就 他的任務完成之後 後來接下來就是要往南極去撞去 然後一撞了之後 他的骨灰就撒在這個月球上 OK 就完成他這個ShoeMaker 他畢生沒辦法登月的這個影盤 OK 這是也發生了一個時間的差距 好 彗星的部分就講到這個地方 好 所以呢 當然 我們重點下禮拜一 是要看這個 雙子座流星雨 好 那各位也知道這個雙子座流星雨 是這個小行星所造成的 好 那我們下禮拜就是 各位趕快再把那個 冬季星空稍微認識清楚 因為他就在北河二的旁邊 好 所以下次我們去看的時候 我先不急的講 我知道班長也非常厲害 也請他先不急的講 先讓大家發揮好不好 我們 要不要有先生先 哈哈哈哈 先試試 可是你那個 冬季星空的那個獎益 然後他就這樣 喔 好 我冬季星空我再放上來 好不好 來幫我關一下那個 謝謝 好我再放上去 阿